我看到了這個Fast Hall 我就想起了我以前在補習班會講的這兩字的分別 所以我等於是把補習班那一套拿來就講給大家聽 雖然說講這個有點聽起來很急巴 可是這事實上就是 這是以前我拿來賺錢的東西 那現在我已經沒有在補習班教書了 那我也覺得這沒這麼了不起 我就把它講給大家聽吧 把它當作免費的 當作是一個社會服務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你有沒有說你少來你還是有在賺錢 我的頻道有開收益怎樣 我兩個月三個月可能可以賺個美金100塊 賺個小啦 但我還是覺得無論如何做下去就做下去 已經做了700多集了 我覺得我做起來是開心的 我也覺得我算是 藉由這個頻道 我認為我在社會上至少還是個有點用的人 而不是一個每天只懂得吃吃素餐的廢物 我現在會不會罵到人 好啦 後續撤太遠了 我來看一下 avoid 跟 prevent 到底有什麼不同 就看一下故事 Lots of people at the gym Don't bother with padlocks on their lockers In a changing room 對不起 Whenever I come across one of them I enjoy leaving it wide open knowing they will have one of those mini heart attacks Thinking something might be stolen 接住 OK 好 這裡看起來好像只有padlock這個字 我把它highlight起來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什麼叫做padlock 我跑到這裡來了 這個 OK 這玩意兒就是padlock 所以它簡單說就是鎖啦 所以 你看看起來就是鎖啦 為什麼會有什麼好講鎖啦 對不起 我把這個螢幕拉了亂七八糟的 哈哈哈哈 好 來 再一次 OK 我到底要拉去哪裡啊 I guess that doesn't matter OK Here we go 好 所以這個就是padlock 就是那種鎖頭這樣子 那麼很多人在這個健身房的那個更衣室 所以更衣室你叫它Changing room 是沒問題的 我也應該出來就插一下 Excuse me, where is the changing room, right there 其實叫Locker room也可以 So where is the locker room 就是反正鎖東西的房間 所以很多人在健身房是沒有在上面上個鎖的 台灣的其實本身就有密碼鎖 但在國外的他們就常常沒有 他們會需要自己帶一個Pedlock 這就是我們的服務上 台灣就是服務比較到位 因為競爭比較強 在國外的話他們說真的競爭比較沒那麼激烈 所以他們這個服務真的沒有台灣那麼到位跟完整 So很多人不帶Pedlock 在他們的Locker上 在Changing Room裡面 再多一次這個曲子 Lots of people at the gym Don't bother with padlocks on their lockers in a changing room 聽起來OK了 所以Don't bother with就是懶得啦 懶得帶鎖去鎖啦 那你說會不會被偷 在國外還真的還好一點點 我知道在台灣的偷氣率比較高 可是這算是就是 反正就是文化版明星的問題 要是不許在美國大城市透氣率也是很可怕 更不要說現在在美國 你可以直接到超市去搬東西 超市去搬東西 都沒有人敢攬你下來 現在這個犯罪 基本上已經變成是一個普遍的事情 這個扯圓 好不扯這個 來所以他每次看到一個 這又沒鎖 裡面有東西 這個圓Po就很賤 就把它打開 So whenever I come across one of them One of what 其中一個沒有鎖的Locker So whenever I come across one of those lockers that doesn't have a padlock on it OK So one of them I enjoy leaving it wide open 所以他就會享受這件事 什麼事呢 後面這個名詞片語 OK 動名詞片語 Leaving it wide open 享受把它整個打開來 Enjoy我們今天壽司 那他的壽司就是 Leaving it wide open 使他成為一個開大大的狀態 而且他的狀 而且他讓他這樣的狀態 他就是知道者 這個我差點講污足 不是 所以知道者這個所有 所有物的所有人回來的時候 看到他會覺得 我的東西是不是被投了 Right So leaving it wide open knowing 這個knowing就是主詞不語了 所以I enjoy doing something knowing something will happen OK 所以knowing that 少一個that 沒關係 they will have 知道者 知道者 這些 這些 我又卡住這一個字 總之所有人 所以他就知道所有人 就會得到心臟病的感覺 So they will have one of those mini heart attacks 小小的心臟病 而且他就很喜歡用one of什麼 One of them 以及one of those mini heart attacks 那為什麼會有心臟病 因為他們就想著 可能東西有被偷 所以又多了一個thinking 這個thinking 這個thinking就是 這個they的又是主詞不語 they will have a mini heart attack thinking 怎麼樣 這樣子 所以這個句子是很經得起分析的 而且很煩的是它裡面加了三個ing的這一種 不管是動名詞也好 或者是主詞不語也好 所以總之有三個在裡面 想著什麼呢 想著可能有東西掉了 所以這個還是有個that 只是也可以省掉 thinking that something might be stolen 所以這個句子難了一點點 我們再讀一次好了 而且他還加了一個副詞子句 每當我遇上其中一個這種 沒有鎖的拉殼的時候 So whenever I come across one of them I enjoy leaving it wide open knowing they will have one of those mini heart attacks thinking something might be stolen 所以這也是一個我們用中文的角度 可能比較難去想像寫的出來的句子 可是這就是很到底的英文 OK 好那我們要講什麼 我要講的就是 我說avoy跟prevent 對不對 你把你的東西鎖在櫃子裡面 上面還加個鎖 那那麼做是不是為了 躲避或者避免東西被偷 沒錯吧 所以我就寫個句子 I lock my belongings in the locker 好我把我的這些東西鎖在植物櫃裡 I lock my belongings in the locker to avoid 未來avoid 那能不能用prevent 也可以 so you can avoid something and you can prevent something 大概都可以 right 那avoy叫做避免 prevent大概叫預防 所以其實中文也有點小小不同 那在這邊大概都說的過去 對吧 你東西放在植物櫃裡 就是要來避免東西被偷 或者預防東西被偷 然後說真的都說的過去 那這個要接下來 接下來接下來接什麼字 to avoid 東西被偷對吧 那avoy的呢 相對來說比較難講 為什麼 因為prevent其實它主要的這個用法的分別在於 prevent是加了sauce之後 還可以再加一個from 再加另外一個東西 也就是預防x呢 去碰到y 或者就是預防著y去發生到x的身上 你這樣講我聽不懂 來我們丟一點例子進去 ok 例如說其實例子就是我們剛剛的例子就好 就避免東西被偷 但我們先換一個別的 所以這個 家裡生小朋友 生了小baby的這些家庭 他們在家具上可能就會貼一些防撞的那一種 左腳不要尖尖的貼一個泡棉在上面 所以貼這些東西就是為了讓baby不會發生受傷 所以x是baby還是y 受傷是x還是y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直接宣布答案 so prevent babies from injuries 就這樣子 所以讓y不會去弄到x的身上去 讓injury不會發生在baby的身上 所以prevent babies from injuries 大概這樣就是prevent的用法 所以prevent會有兩個受詞在後面 所以我們說的簡單一點的話 而avoid相對來說就沒有兩個受詞 所以差別是這個低點在這邊很大的分別 因此我們再回來這裡 我把東西鎖在植物櫃裡來去 預防東西被偷 所以如果我用prevent來說的話 那我會怎麼說下去呢 好我們把avoid拿掉 我們只留prevent so I lock my belongings in the locker to prevent what 那你就知道了 這兩個受詞 一個是baby 一個是受傷 不對那是剛剛的例子 所以這個x from y是什麼 x就是你的所有物 你的衣服 你的包包 from什麼東西呢 偷竊 對吧 所以接下來這一步 有的同學就可能說 好 belonging我會 so prevent my belongings 那你看到這邊 belongings寫了兩次 I lock my belongings in the locker to prevent my belongings寫了兩次 所以這裡呢 就可以把這裡的my belongings 就換成them就好了 這就是代名詞的目的 就是不要重複說同樣一件事情 so to prevent them from 後面接什麼 那這個y 就有一點程度的同學 他就會說 偷竊 偷竊 偷東西叫做steel 那這邊是接系詞 是from 所以這個steel 要變成名詞 動名詞 所以他就解steeling steeling 那這是不對的 因為這個steeling 畢竟是一個主動的動名詞 所以你是預防你的東西走出去 預防你的衣服走出去偷東西 讓你的衣服無法偷竊成功的概念 那這什麼畫面呢 這不對嗎 so you prevent your belongings from stealing 那不對 所以這裡你要說的變成是偷竊 是這個被偷的概念 所以預防你的東西被偷 所以這必須是一個被動的結構 那被動的結構就是我的東西被偷了 so my stuff or my belongings 複數的話 are stolen 對不對 所以my things 寫簡單一點的字 are stolen 這是被動的句子 而如果我們要從裡面抓出一個 動名詞出來的話 就是這一整個 或者應該講是be動詞 are就是了 所以我們要把它偷出來用的話 就會變成是prevent them from 你如果寫are stolen 那就不對了 對不對 因為這個are stolen 就是一個be動詞的結構 回到剛剛說的 介系詞後面 無論如何要接動名詞 所以你必須把這個are 變成了being ok so prevent them from being stolen 才是正確的英文 所以答案是後面這一個 目前聽懂 ok 好 那 回到avoid 難道這裡真的不能用avoid嗎 avoid後面接一個名詞 而這個名詞叫偷竊可以嗎 所以我們把剛剛那個句子再copy一次 然後我們這次把prevent丟掉 我們只留avoid so i lock my belongings in the locker to avoid avoid what stealing 不對啊 這樣這個語意還是很奇怪 到底是誰在偷啊 我聽不懂 對不對 stealing是主動的 是我在偷還是我的東西在偷 反正都不對嘛對不對 所以 那偷東西 能不能把它乾脆換成小偷 所以如果說to avoid thief 好像 有點道理 可是thief是一個一個小偷 那 有沒有偷竊的名詞 是不是小偷而是偷竊本身 有 這個字就叫做theft theft 這樣就好了 I lock my belongings in the locker to avoid theft 非常的俐落 所以 avoid雖然說 好像沒有prevent這麼好用 因為prevent可以解兩件事 尤其我們常看到prevent用 我們如果要預防一件事情發生 so you could prevent something from 後面接什麼 happening 預防他做了發生這個動作 而發生就變成了動名詞加在from的後面 所以發生這個動作不會發生在這件事身上 所以我們存錢就是為了預防 要是今天有什麼糟糕事發生的沒有錢 prevent I don't know unexpected incidents from happening unexpected cash shortage from happening 這樣子 所以prevent感覺好像好用一些 因為它可以接兩個手持 它的結構似乎可以複雜一點點 可是如果你avoid用得很好的話 你看這邊的avoid theft不是很漂亮嗎 right 那你可能又回問我另外一個問題 那老師我如果還是用prevent them from theft 可以嗎 好像也沒有錯了 ok so prevent them from theft 好像也沒有錯 只是我就會覺得 如果你要用theft這麼一個單純的名詞的話 你為什麼不乾脆用avoid就好了呢 對不對 avoid theft聽起來利落多了 就比較 concise一點點 就這樣 好我們就把avoid跟prevent講完了 沒有說多複雜 聽一下下 來我們再多看一個 有沒有夠時間啊 好像也不太需要 因為覺得這個講蠻久的 好了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好了 所以如果要再複習一下的話呢 我們整段再來讀一次 因為前面我們把這個ing的部分也講了 重複講了好幾次 或者應該講把它分析的蠻清楚的 可能是動名詞也有可能是主動的形容詞 只是我其實真的也建議同學 你要是這個句子吸收的起來的話 不要再去想它是動名詞或者形容詞的 你只要能夠吸收起來它就是很簡單的一個句子 文法是不太需要鑽的非常的透徹的 我會講那麼詳盡只是因為同學學習的習慣是這樣 那我覺得終究來說 要是你能夠接受這個句子as it is 那就是最好的了 不用把文法想那麼深這樣去 好來再讀一下 Lots of people at the gym Don't bother with padlocks on their lockers in the changing room Whenever I come across one of them I enjoy leaving it wide open knowing they will have one of those mini heart attacks thinking something might be stolen 好搞定 好到這裡ok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